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周里美之欲者为蓝 献出美欲 顾名蓝田 历代王朝在长安定都 蓝田属荆棘之地 文人志士往来游蓝者甚多 从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蓝田水灰音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继承下来的 据蓝田县志记载 水灰音乐源于隋 圣于堂 源又于寺庙 演奏乐器以声管笛销为主 积节伴奏又目于铁盘和碰铃 所有乐曲细腻婉转 清雅乐耳 故也称戏乐 解放后 水灰音乐失传 经挖掘整理 游灯印海等整理创作的 韩玉蓝冠走雪等水灰音乐曲拍 最后在我们的邀请下 邓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水灰音乐使用的乐谱 是唐代艳乐半字谱 也称俗字谱 水灰音乐使用的乐谱 是唐代艳乐半字谱 也称俗字谱 从蓝田三个乐设的乐谱看 大都是十个谱字 也基本相同 只有个别字不同 这十个谱字 其作用就如现在音乐的斗 拉 咪等乐谱一样 其作用就是创作音乐 使音乐一扬顿挫 有节律可学 乐谱的创作者早已经无迹可学 不过他们的创作目的 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取水而创作的 它是由宫廷乐慢慢演变过来的 古时候用它来祈祷雨水的来临 这就是它为啥有演奏者 一个是去潮水的时候 在这个里面的这几个有下雨 人们登雨的时候 期盼着 它是在这个苗里 准备逃雨啊 去水啊 在这个苗里边 在水龙岸 他们几岸起来以后在那演奏 邓一海提到的溪水溶洞和水陆庵都位于西安蓝田 现在作为景区开发出来 成为人们的旅游避暑的好地方 因溶洞内千百年来溪水不断 所以成为水会取水的要地 每逢干旱无雨 需要进行水会取水的时候 网川溶洞一定是必去之地 网川溶洞距西安市区四十公里 位于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的蓝田网川境内 相传此洞是一位神通广大的高僧 用西藏所通 故称西水洞 以景似蓬莱 洞如海宫 被誉为西北一大奇观 西水洞位于罩壁风妖 海拔千米 形成于九千万年前 洞深五百二十七米 分上下两层十个洞亭 百余景观 天然乳石形成栩栩如生的晚霞驼灵 仙女沐浴 令游人叹为观止 在岩石中渗出的一滴滴的水 造就了千百年来历史积淀的钟乳石 更见证了水绘音乐 在中国历史长廊之中留下的脚步 洞内四十多尊彩绘泥塑 集中体现了浓厚的道教文化 相传八仙之一的韩湘子 曾就在此得道语化 故被奉为道家第五十五福地 千百年来 每逢农历二月初五至初七 方圆几百里的香客就会云集于此 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 因溪水洞成就年代早 在此特别设置了溪水洞遗址杯 列入陕西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来保护这一原始谱化 蓝田普化水绘乐社 名称中带有一个水字 音乐与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其实水绘音乐与水的渊源很深 每逢其中一个行乐演奏开始时 就要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 由乐社派出一支队伍 远赴西水洞 太白山等地取水 这个习俗虽然从一千多年前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不过如今大规模的取水活动 非常罕见 邓印海曾听一些水绘音乐的老艺人讲过 过去不论哪家乐社取水 个个都要生死好打 观众多达两三万人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 最后取水人要将取来的水 护送回本地的庙里 水路庵就是承接圣水的庙府 水路庵地处蓝田县城东十公里的 普化镇王顺山下 据记载 今日水路庵本是古时物贞玉北 普陀兰朱庵内的水路店 店回后 人们便把这个店叫做水路庵 据蓝田县制及碑文所记载 水路庵系六朝古叉 唐石与上下物贞寺组成了一个佛寺群 五代 宋 元 明 清 多次重修 水路庵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 前有五间山门 南北两边各有相房十三间 院中有三间中殿 其有五间大殿 是一座完整的佛家寺院 整个院落显得清幽古朴 以保存古代经巧罕见的泥塑尔文明 被誉为中国第二敦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殿门口两处 足有三丈建成的神像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神态威严 气势凌人 千百年来 屹立在风雨中 守护着这一方净土 他们身上出现了点点胎斑 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见证了曾经的辉煌 水路庵大殿内的彩色泥塑最为引人注目 水路庵大殿内的彩色泥塑最为引人注目 杨慧之亲手 其中以南北墙上的泥塑最为精彩 他采用连环化的形式 演绎了佛祖释迦牟尼传奇的一生 十分生动逼真 泥塑有山水桥梁 园林瀑布 亭台楼阁 庙宇宝塔等建筑 有诸佛菩萨 二十四诸天 五百罗汉过海 千人听经图 释迦牟尼涅槃塑像 还有鸟 兽 麒麟等 一切竹 这些计划 成功 一切一切 壁画乃是弥勒佛祖大殿两侧的金刚护法 他们个个面目猙獰 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使拜访者看透不寒而栗 感觉一阵凉风 经过水陆大会后 取来的水保留在水陆庵中 水会音乐就是在水陆庵对其进行演奏 祈福 祈求赶快下雨 解决古时人们的缺水之急 祈求赶快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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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送的那种妙器 就是会用演组酸素上来演组 另外一个就是作业 这个作业是在这个 演完整以后 演组是作业比较慢弹 比较慢弹 这个作业用了人物的演组在妙里头 用人物的但是要求水面是很高的 但小月就同样 这个小月你 他一般就是到这个取水行走此演奏 谁都可以上 水慧音乐按照演奏的内容和形式 分为行乐和作乐 行乐是取水时一张队 在行径中演奏的特有曲调 而作乐需要在庙内诵经时演奏 其旋律维婉 清雅细腻 悦耳动听 水租 oops 水租 然后点腟 他经常能在一些大型祭祀或文化活动中 见到水会音乐中特有的行乐表演 行乐演奏队伍庞大浩浩荡的 至少有数十人 他们身着整齐的访堂制服 在一面摇曳的盛齐之后排列成队 等悠扬的乐曲声响起 各种乐器演奏者就开拔前进 他们边走边演奏 直到一段乐曲终止 演奏者的脚步才会停下来 演奏者的脚步才会停下来 演奏者的脚步 演奏者的脚步 演奏者 꽤보겠습니다 野奏者的脚步 dawned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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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内僧人诵经完毕后才演奏 已经非常美 听上去真是一种洗涤心灵的古雅音乐 蓝田普化水汇音乐社传承人邓印海 就常常被作乐缝不住 当时邓印海为了彻底了解水汇音乐的来龙去脉 所以他就住在村子里 方便向那些老艺人请教水汇音乐的演奏 唱法及规模 不把老艺人当时急准起来 当时有五六个老艺人 而老艺人急准起来 叫他炸子昌 当然老艺人有些事 对于这些事就不对 因为昌悟对于这些也不对 做着这些诚意 他在他们的诚意里头 当时这个诺乔 其实还是多数通过销售习乘 这个诺乔就干着 他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是这个业还是那个业 还要把这确清汗了以后 把郑根儿去扑示 就进行了点 他就长断了验诸方法 用一些仨打几个 仨要吹舟 仨要配合 郑根儿把这个抖起来以后 然后证悟了以后 这就把这个证悟了 作为一位专业的音乐干部 因为自己有着深厚的音乐文化支持 邓印海深深地认识到 这种古老音乐的 他所具有的历史性和价值性 他认识到 自己必须为之付出努力 将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保留下来 一共后世瞻仰 就把那个菩萨翻炒好了 翻炒好了结果在那儿挣着挣着两年多 把这一种菩萨学好了 他上燕租 他乐器都是啥 这个菩萨大畅 正根儿把这个知识都集办 作为音乐呢 这是个稀罕的东西 虽然现在经由邓印海等人的学习 传承 将这一古老乐种保留下来 但是面对现今时代的变迁 能够真正学习 想把这一古老文化传承下去的人 少之又少 乐队中几乎都是一张张 岁月摧残的苍老面孔 面对这一急切问题 邓印海提出了他的想法 实际做 做一步难一步 确实是做一步难 经济啊 人员啊 监控啊 都要钱啊 但视频还不高 所以看来有个想法 这所言的想法 像在年轻人那里 反而占一部分 好连指导器 能参与以求 勾上这一种桥间的审观 极小的能来解 不一定是吃点做像是谁来的能行 以后反正这个事 还需要一进去 乐感 一进去无形 所以会对我们桥间就能够成为这